Delta变种病毒疫情在美国开始拉警报 但美国各地的夏季音乐季还是照跑 而且放眼望去看不到半片口罩 专家用野火来形容Delta变种蔓延的状况 因为美国CDC内部文件曝光 只要感染Delta变种 就算打完两剂疫苗 还是可能把病毒传给别人 更可怕的是在麻州7月确诊Delta病毒的469例个案 有高达7成4已经接种过疫苗 而且他们有将近8成还是出现咳嗽 头痛或发烧等症状 尽管如此专家还是认为打过疫苗的人 可以大幅降低确诊后的重症住院率 因应病毒进化 纽约百老汇防疫升级 现在只开放打完疫苗的人戴口罩进场 越来越多美国地方政府 也提出打疫苗送奖金的奖励方案 希望再度拉抬接种率 好遏止Delta如野火蔓延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